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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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第二节,刚才第一节 我有一点表述上的错误 就是说长期记忆的化学基础 不是基因的基础 分别很简单 其实讲这个记忆 通常我们不是讲基因 而是说我们的脑内 活动的情况 和所谓化学的状态 在心理学内 大家都学过一个解释 一个分析 就是当我们研究 所谓记忆的时候 我们要分起码两大类 一类叫短期记忆 一类叫长期记忆 讲什么叫短期记忆 就是你走到街上 刚才有车走过 你看到车牌 你会记得到的 如果你想记得的话 你记得之后 接着你回家 你仍然会记得过车牌 除非是很特殊的原因 否则你不会把车牌 记得一世 这就是短期记忆 长期记忆就是 你老头姓什么 即是你已经是反复去温习 反复被人去反省 你自己叫什么名字 甚至乎小时候读书 有些可能原来还记得 短期记忆形成机制 现在基本上在老神经科学里面 都叫做有一些的进展 起码知道它其实是两套軟件 两套軟件 甚至两套硬件 都要负责去控制 讲这件事其实有一个含义 当年这个就是题外话 如果我们要训练记忆的话 首先我们要问一问 我们要训练长期记忆还是短期记忆 一般的坊间训练 其实很简单 就是短期记忆 原因就是 有些都称为自己 帮你训练长期记忆 这个我再说 短期记忆是什么呢 就是你做一些工作的时候 你需要突然间记很多东西 或者稍后你只是看一看 然后你记得 譬如警察要抄牌 或者他认责的样子 他有些方法去记住 和现有些俄罗斯间谍 是的 认间谍 但问题就是 很多时候现在我们发现 当一个人 他的脑衰退的时候 是短期记忆受害 你发现老人家也是 我已经开始是 你不要这么说我害怕 是不是很喜欢 以前的东西 相对的事情 真的记得清楚 很容易 真的忘记了 你开始 你自己 要问自己的问题 你是不是很喜欢 讲以前的东西 昨天吃什么饭 你忘记了 真的忘记了 是的 那你开始糟糕了 你开始 这个很严肃 你开始要做这些测试 比如说 你尝试就是 咦 今天你 即是昨天 你做了些什么 你可否由头 就是数多次 如果你发现 你完全没有印象 甚至你 你想用力 都记不住 而另外一部分 就是你长期记忆 开始 开始 很容易 就涌现 在你的脑壳里面 那这个就开始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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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点点 题外话 其实我们想 这宗新闻 其实去 我们讲 这个长期记忆的问题 就是我们去研究 这个长期记忆的时候 其实是有什么 角度去尝试 去想这个问题 我就会觉得 起码 我自己本身不是在这方面的专家 但起码可以分到两三个不同的层次 那其实呢 台长在刚才第一节 最后讲的基因层次 是有这个基因基础的 就是你的长期记忆好和不好 那有些人 你可以说他天分 过目不忘 一目十行 很容易就记得 那真是可能 他自己的基因 令到他自己生出来的脑 是真的 是厉害的 我这里补充一点 其实这个基因本身 和你的图像的记忆很大关系 就是 为何照相识记忆呢 你可能 基因的动力 令到 即原因令到你 你看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会像拍照相机 拍到脑上 那种由基因带来 那个老神经元结构 那个改变 其实都解释到很多 你的记忆好 真的好不好 又没有什么天分 甚至乎我们说那些 颠间症 甚至是自闭症 其实都很可能 在这里找到答案 但是我们今天要说 那个新闻的重点 不是这里 另外除了基因的基础之外 我们就要看 那个生化的基础 你脑里面 有没有说 多了 少了 或者是究竟用哪一种 化学物 什么的化学分子 来去帮你去掌管 这个长期记忆 你要去建立一个长期记忆 其实你的脑里面 哪一个这样的化学物质 是多了少了 这个很容易令我想到 如果我们发觉 原来这种叫ABC的分子 是在我们参与这个 维持着长期记忆的机制 是非常重要的时候 我们第一时间 可以吃多一点 是的 理类上是这样 其实我们接着来 那个新闻也是集中 于讲这个 生物化学物质的基础 嗯 其实还有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神经的topology 就是他们怎样去搏 怎样去搏 成一个网 怎样去重组 那个交绩 成为一个神经元网络 这个又是一个 我就说 一个几何多的 是不是在这幅图 我们会看到这件事 现在这幅图 我想就不是太关事 我这个就很简单 去做一个很粗疏的分类 就是可能有基因的层次 那个基因的层次 令到你在神经元网络 是比较有优势或者劣势 去掌握上的记忆 或者亦都可能在一个基因的层次 令到你的脑内 更加容易去 去除一些 阻碍神经信号 传选的一些物质 例如你说说 老人痴外症 其中一个问题就是 有一些人 去到脑的时候 自己本身的 循环系统 或者在脑内的 新层代謝系统 就不能够 再去将一些 叫beta amyloid 这些蛋白质 分解 去分解 去丢走 于是他就堆积 最好堆积在神经元位置之间 于是你就算有个网络 在这里 就阻止你的信号 通不到电 于是乎 神经元来 经常没用 慢慢萎缩 最后就体现了整个脑 基本上 就是脑退化症 现在我们理解了一个 最根源的原因 刚才说的 有时候 一些化学物质去形成 阻止的时候 就会阻碍你的记忆 甚至行动 如果我们集中去看 这个长期记忆问题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问 这些神经网络去传递信号 从而去表现 或者维持这个长期记忆的时候 中间需要用到什么的化学分子 现在呢 在这一宗新闻里面 其实就说了 一个 都应该在美国的研究小组 有一个日裔的科学家 他本身就找到其中一种 去掌管长期记忆非常之重要的一种 这种化学物质 是这位的新闻学家 是 那种化学物质最重要是 RNG105 其实我完全不懂 这些是什么 但是通常做这些 去验证的时候 就是 你做一个实验 通常都用老鼠 有一种老鼠 他缺乏这种物质 有一种老鼠 不缺乏这种物质 那你会发觉 不缺乏这种物质的老鼠 最后出来 他们的长期记忆表现 比缺乏这种物质的老鼠 于是乎 这种物质 对于长期记忆是重要的 那其实 基本上 实验精神就是 你可以说很简单 但是 变成细节 我也不懂 但是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但是他现在说了一件事 就是 为什么会构成到这件事 就是他说到 其实这个好像一个帽 可以陷入那些 是的 他不只是纯粹说 你吃了在身体上的血里面 缺乏这种RNG105 就叫做大多大王 他更加仔细到 你去到神经元层面 如果我现在 假设老鼠 真的缺乏这种物质的时候 这个具体的负面影响 是怎样在这个老神经结构里面 可以体现得到 在这个微观世界发生了什么事 从而令到他少了这个 长期记忆 其实他最精彩就是 他尝试回答这个问题 嗯 基本上 他的图 基本上表现一件事 就是 你一个神经元 去传递信息 另一个神经元的时候 就一定是有一些东西 去分泌出来 然后去扩散过去 然后令他收到这个 这样的化学信号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 那些叫做 neurotransmitter 这个我们在中学的生物学中 用一个很老土的统称 基本上包含了 这些神经元传递的过程 于是乎就是 整个长期记忆 都是不外乎 这些神经信号 在网络上传来传来传来 还要维持着这个传递 于是乎你有记忆的信号 那中间 这些neurotransmitter 是什么呢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等于你炒菜 你要什么菜 你要什么材料 其实一点都不简单 就算我不看这些新闻 你眼外脱口说 其实我也知道 原来就是 一个甲离子是很重要的 嗯 你没有一甲离子 你那个 譬如说 那人很记得的 就是 香港人呢 报了马拉松 但是又不走去练 一落场 跑四十多公里 结果呢 那些电解质不见了的时候呢 接着发觉 他越跑越不行了 个人的意识越来越不清醒了 坐下问他叫什么名字 问他为什么他在这 他也答不出 接着问完之后 拨完咪之后呢 三十秒之后他暈了 甚至乎大家例事的 有一些类似曾经有的基石 个人是死了 是 但是你可不可以解释 那个基石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比如说 为什么刚才你说的 是因为脱水 还是什么 他不是因为脱水 纯粹是因为 那个甲离子 就是 供应不够 失了这个 这样的电解质平衡 于是乎 他最麻烦的就是 你的神经信号 是控制你的身体 很多东西 包括你心跳 心跳呼吸 这些东西都关系 所以这些东西是一失调一失行 你便会影响 Miradio强势推出 独立付费节目 赢爆全世界 和动物射马 大家要记得 要在独立付费节目的结账版面 输入正确有效的 Gmail电邮地址 多谢大家支持 Miradio全新的独立付费节目 你说这个很大意外 例如平时我们自己要 在这方面要小心点 我们都要保持有 这些夹的元素 但这些很容易的 你真的 你吃多条脂 你不过意都吸食多头 吃多头不要紧 你排了体外 不够就很大件 但是我日常饮食 基本上是有的 大家也不要 突然之间剑烈运动 走了很多就可以了 很简单 你去便利店 买的电解质饮品 完全满足到你的伤口 这个其实我们又来一小题 因为我说 由长期记忆那堆神经系统 到整个general的神经系统 但我想带出一件事 这些神经信号传递里面 所需要的那种决定性的物质 具体有什么在里面呢 其实应该有很多种 就不止一种 又有哪一种 甚至哪一种 专与长期记忆有关呢 现在就找到其中一种 就是RNG105 也找到它的作用是如何出来 原来就是它这一种东西 是会帮我去掌管到 那些蛋白质 生出来不生出来 传递不传递 它这里有个图 这个图就是 它凸出来之后 它就可以吸到一些东西 是 可以摺到鬼 它没有这些东西的时候 摺到 是的 它就说 找到一个机制 是和长期记忆有关 但是呢 我也都开始看到有些华文媒体 有些将这件事 再做一些 我觉得很奇怪的解读 就是说 哇 我们已经找到这个记忆的机制 了 我们知道哪一个物质 那我们是不是 未来就是说 可以有一些东西 我们是不是要迎接一个新时代 就是说 你只需要在脑上 补充到某一样东西 一定有 保品 是的 于是乎 你的孩子就 温书就 是的 就是 又混合短期记忆 长期记忆 拆了一堆 嗯 你都知道的 以前就算 去充 开夜车温书 那些人都去喝些 又喝些 一些红牛 又喝些 不是红牛 就刺激你 其实就 不是我们说 因为以前我听过教 吃蛋 嗯 蛋物质 因为你的记忆 其实就是 那个 物质的基础就是蛋物质 其实呢 我自己的心得就是 吃清淡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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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系的 清淡一点 清心寡欲一点 真的会好一点 但是 当然了 这个就是经验之谈 没有这个科学基础 如果你真的说到科学基础 你就真的要很仔细 就是由一个 微观世界的层面 你去答这个问题 才叫做很完整 去答到 其实呢 不止这个实验小组 去尝试答这个问题 其实我随手 走去Google 找一找 这些长期记忆 和那种生化物质 原来我同一时间 只是今年 都找到 起码三个研究小组 是曾经公布的结果 而且大家公布出来的 物质的名字都不同 我找到另一个 一个星期前 他那个小组 就是他说的 叫什么 叫 好像叫 Steven Steven 2 的一种 名字我多数传错 基本上在Google 找那个 Long Term Memory Chemical 你跟着搜寻 那些相关的新闻 你已经找到 另外呢 有一位也是 就是那些 大学的善稿 Bristol University 有位教授 找了三十多年 终于找到 一个是 与 与 丽子 结合的一种蛋白质 他原来也是 跟长期记忆有关的 那 大家都 claim自己 找到 一个 解开了 这个长期记忆之物 找到 这个 长期记忆 里面的一种 需要的物质 那是不是 代表着 就是说 我们已经把这个谜团解开 其实就不是 其实我们今天的第一节 和第二节 其实都是有少少 有少少想 少少踢爆的意味 大家不要太容易被 标题党误到 就是说 在太空站外面 找到细菌就是外星生命 然后呢 有人说 自己找到一种化学物质 来参与了这个 长期记忆过程 就叫做 以为整个长期记忆之谜 可以解开了 条路还有很远 现在我们看到 就是说 起码有两三个研究小组 各自在自己的实验里面 都是成功地去找到 会影响到长期记忆的物质 所以最后就是说 参与长期记忆的物质 可能不止一种 原来就是说 你少一种都不行 或者可能是有一种 比另一种更加根源的 都不奇怪 最大问题就是说 具体长期记忆形成的机制是怎样的 因为我们未完全了解知故 所以也没有能力去完全回答 这个问题 只是靠找哪一种的物质 来去解答 究竟长期记忆是怎样形成之谜 不够 你一定要问 就是 最后那些神经元是怎样 处身在你脑的哪一个位置 它是怎样去维持 它的存在 这个 对于神经元网络 每一个神经元 怎样去 参与一些信号 其他的神经元网络 怎样反应 我们其实现在 没有什么好好的 就是 这才是难的 再问就是 基因基督在哪里 它怎样 令到你脑的结构改变 从而达到这种 有更加压好的长期记忆效果 那我觉得 这个就是整套 那个 就是 长期记忆之迷 一个更加 清楚的一个结果 但是你说这个长期记忆 或者记忆之迷 其实后面的画面就是 忘记之迷 是的 为什么你会忘记一些东西 是的 还有很有趣的 有人甚至乎 反过来想 似乎我能够找到一些方法 帮人去洗走一些 不开心的记忆 嗯 因为如果我能够 将它脑里面的 某一两种的化学物 在这个位置那里 拿走了 那它就忘记了 嗯 那是不是又真的 那么近 就是这个 这个望那么近呢 我也都不敢 我们都提过这个问题的 但是呢 因为在 有另外的节目 另外的角度 比如说 比如说 有些催眠 可以删除了你呢 明显删除了后面的 后果是怎样呢 那跟现在我们说的 这个机制有 有颇大的分别 因为那个不是透过物质基础 是的 但有一样 如果在科学生知的立场来说 我们很肯定的就是 记忆和人脑的活动呢 基本上 基础是来自 脑的化学 和电的反应 是 它不仅是一个 纯化学 或者纯生物 甚至是有 物理的过程存在 即是物理的过程 就是那些 电信 就是那些 电的信号 电流 然后就是 整个 如果当神经元本身 就是一块线路板 就是那个 Electronics 还有一个 化学分泌 是的 分泌什么 分泌够不够 即现在 随手 已经说到 两三种 一种 Dicalcine protein 然后就是 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 RUG 103 另外 再找到 Steve Dow 的 Steve Dow 这些名字 我自己都完全 描述不到 里面的机制 我也不太清楚 但看下来 这个问题 就是 这一个 会是解答 长期记忆之谓 一个重要的一块 但是 路头还是相当远的 路头 比如说 看这里的时候 就算刚才看 Google 也开始看到 他当 他觉得有这样的时候 他看到 然后开始有 enhancing drugs 和 supplement 就是说 对于我们 那个讲话 就是说 这个是一个 物质基础 如果你在这方面 开始出现问题 就是 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你補充 这些元素 实际上 我也想问一下 各位听众 话说 现在市面上 有人去流传 在日本买手信 有一种香口胶 是增强的 记忆的 包装紙又绿又白色 就是 我接着他问 问题就是 他是如何刺激你 他所谓 用什么原理 去刺激你记忆 有人就说 原来他是 你刺激你嘴咀 于是刺激你记忆 那我不用吃香口胶 那你香口胶 不用一只 不要穿香口胶 那一定是这个香口胶 特别有些物质是把炮一点的 但是 那不是说你的物质基础 那是个 physical 就是你刺激多些的时候 刺激到你的脑子 不是说你吸收了一些东西 我想他应该说两个都有的 如果不是他怎么sell 他只是说 刺激一些东西 那我不用了 吃个奶嘴都可以了 但你看这行的生意都相当之 非常好 比如这些 brain function booster 我甚至会认为 在这个华人社会 或者整个亚洲人社会 一个讲读书温习 補习行业 那么兴盛的地方 一定有得做的 是的 就是 差在我们 我们是不是 找到一个很确切的证据 去证明这件事 是的 这个容许我做了一点点 一个另类的解说 刚才我们说的物质基础 我们可以当这个常常的记忆 其实是等于我们锻炼体能 刚才你说的肌肉 你不用 那它会萎缩 人类一样的 你不用呢 它自然会萎缩 是的 一样的 所以你说 叫老人家多打牌 是关系的 这个已经有result做过了 肯定是 是要做的 譬如我自己一个很喜欢的 很享受的一样东西 就是说 我现在虽然我在学校教的书 很多已经不是很需要计算的东西 但是很多人都会拿回 找回一些数来计算 我就是 为何我以前计算得那么快 现在计算得慢了 那真的 真的粗小了 即是我的健康 我的健康不是在健康房做 我在学台的书房做 那么 更何况的就是 刚才由那个老人 就是那个老退化症 那个的病例 和发生的过程来说 赤裸裸地就是一个老神经元 当他没有去混用的时候 他就会萎缩 当然因为老退化症的时候 就是一个非自愿的结果 就是因为 他的那些蛋白质积聚了 令到他的讯号断了 于是你就算想刺激 他也刺激不了 那当然 就是等你闭下手 你的手做不到研究 是的 当然接着来 你要防止老退化症 如果你的基因层面 特别是高危的时候 一定就是说 你要及早找一些方法 清除了你阻塞着老神经 就是老神经的那些物质 另外就是说 经常操练 经常操练 是看到的 看到的 但是 如果将来就是说 看到更早期 是的 因为你看到更微小 就是等于你驗岩细巴 你现在去累积了 如果根据这个趋势 你将来会累积更多 那你在最初原始的根源去做 是的 在这个浓度更低的时候 你已经可以去detect 于是你更加及早发现 未来的趋势 就是向这个方向 但是与此同时 我觉得大家如果到上一年多 我说了很多次 你是适宜做回体能上 和老的运用方面的 一些日常的exercise 是的 其实两件事不是分开的 刚才你说 你做gym 其实我自己觉得 老的运用 不单止在老的思考上 你手脚的运动 都影响到你老的发展 我来提一提 那天我记得台长也提过 就是说 就是练开工人 之后要咬一下 咬一下牙关 另外就是呢 我也很记得 就是当年 看巴西拿世界杯 那个年代 跟罗马里奥和巴彼徒 那个年代 就是说罗马里奥 基本上是不练球的 是的 但是他原来 他不练习球 他的脑子常在想球 他想着脚要怎么扭 你讲真是有用的 你讲真是有用的 就是说是有用的 我不知道 我没有实验 做了任何用 但总之我只看到他踢球很厉害 那你如果这样说 功夫不用打 功夫就想出来 你看龙子 可以似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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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不是的 你讲的 是对的 練武功的人 不单止平时是打拳 他总有时会想一下 如果这件事来 就好像你脑子里面 做的那些 就是我们经常用一个 他很陶醉 很发烧 天天天天想着他 原来是有根据 这个也讲到 为什么呢 有个说法 就是你做的那些 最有兴趣才能做得好 很简单 如果你没有兴趣 你做招感问 接着你下班 你就会完全忘记他 是的 但有兴趣的那些 就是你会不断 在脑子里面 转动这些 这个转动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是一个exercise 是的 所以 为什么那些家长 他想强迫那些小孩去读书 他读完之后 他接着那段时间 他完全忘记呢 为什么不逼 有些小孩 他读完之后 他很多年之后 都还在想这件事 这个就是刚才那样 那个 那个兴趣的问题 是的 另外 也就着这个话题 再发挥一点点 其实很多人 原来不是很意识到 睡觉就是一个 建立场地记忆的过程 很多次了 你不够睡 不够睡就没有记忆的了 是的 是的 究竟在这里 我也都愿意相信 就是 其实由那个 老的imaging 你都可以找到 找到这件事 甚至乎 我不知道 会不会可以 engage 这些所说的 那种能够协助 形成长期记忆的物质 会不会都是 可以协助 解释到这件事 我自己就 这个 你不能够 但我提供几个 试试方案给大家 譬如我们如果说 我以我自己为例 譬如说 那一晚 我睡得很柔 我大概记得 我发了很多梦 那我第二天 我那个记忆就会几好 是的 那原因是什么 就是 可能在里面 就不是纯粹说 这些当晚 他那个重组的过程 而是可能 这个发梦的过程 或者你 深度上的这个过程 是将你脑里面的一些 所谓的记忆 重新排列过去 是的 它是排列的 是重拨的 重拨的 是的 那就会令到你 第二天 踏出来的线路 就更顺畅 是的 当然这是一个估计 我们没有实验的条件 也没有理论的基础 但是 我们很直觉的 譬如你那天睡得好 你待日记东西 或者吸收的程度 是快很多 是的 所以以前就说 考试就不要通销 是的 但是 这个也不是一定的 因为有些人 通销就是 他记得了些东西 他日后就完全不绝 可以扔掉 但是效果是什么呢 可能因为他完全解释了 现在我认识了 这样的人 用短期记忆 全部用短期记忆 但是有一件事 我们不够时间来说 长期记忆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基礎 是什么 是理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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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触发到你一个邏輯 也好不邏輯的一个联想 可以藤冷瓜瓜 冷藤 那样 那 就是 有坊间有一些很便宜的 那些这样的记忆 那些这样的记忆的 trick 都是教你 怎样可以记得到成百样东西 原来你就是将一样东西全部去 藤冷瓜瓜 但是可能这个我们不够时间去说 但是这个很可能 其实我们整个脑子里面 最有效的基础化是一个网络 是 是 是 这个就是长期记忆 但是他也没有说 这个我们现在就是说物质基础 但是 按这个物质基础 其实 如果这些东西是大家黏在一起 就会记得好很多 我经常说 读理科 其实有读物理 或者数学 为什么有人会说难 有人会说容易 其实最大的差异就是 你在用的方法 那里 我就贪讀物理的东西 不用记 是的 因为我只需要记很少的东西 再加几个逻辑的方法 那些东西我全部都可以得到出来 于是那一套东西是一个逻辑系统 所以于是我是可以记很久的 你理解的可以记很久的 但是反过来 你问我一些文士 我读完 不记得就不记得了 那我和你相反 我就可以记得很多东西 但是逻辑的推理就简单很多 大家互相配合 好了 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差不多 如果你听听晨晨曼八声 你其实已经沙了 那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